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仪式将于今天举行加冕仪式的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当地媒体都有哪些关注点 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王孟稍早前所发挥的报道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礼将会在伦敦当地时间中午11点 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从威廉一世国王开始 英国历代君主的加冕礼都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查尔斯三世国王是第40位在这里进行加冕的国王 那么上一次英国举行加冕礼还是在1953年 是去年去世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礼 那么这一次加冕礼比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礼时间更短 规模更小 大概的流程是这样 上午国王查尔斯和王后卡米拉 从白金汉宫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 途中会经过一系列伦敦的地标 包括特拉法加广场 议会广场等等 在进行了大概两个小时的加冕仪式之后 查尔斯和卡米拉会坐着马车 原路再返回白金汉宫 在整个这个游行结束之后 王室成员会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露面和公众挥手 参加加冕礼的人员除了英国王室成员之外 还包括英国政坛的高层 像首相议会两院的代表 还有其他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高层 另外还有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王室成员 有850名左右的英国各个社区代表 获邀参加这次加冕礼 表彰他们对慈善事业做出的贡献 伦敦现在有一些加冕礼的气氛 主要是街头多了一些英国国旗 在橱窗里有加冕礼的标志 而关于这次加冕礼的花费 在英国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根据英国媒体估算 这一次加冕礼的费用超过1亿英镑 而当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礼的费用 挖了150万英镑左右 相当于现在的5000万英镑 不过如果您这两天 走在白金汉宫前面的大街上 就能够看到道路两边 大约有1000米长的排队的人群 他们在等着在加冕礼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好位置 其中还有不少人支起了帐篷 而且有些人是专门从 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等其他国家来的 比较明显的是 其中的高龄者比年轻人多很多 比较明显的是 优优独播剧场——复礼的互动